二百四十八太子殿下的奇妙记忆漂流,三,谢怜双眼促然睁大了,她一脸不可置信,三郎道,怎么了,谢怜哪里也得出话来,被欺骗,被傻得团团转得羞脑,挪过混住热血滋滋冲上脑门,一掌拍上桌面,一字一句咬牙道,原,来,是,你,那桌面根本承受不起她这一拍,当场四分五裂, 幸好九四二楼除了她们并无旁人,否则定然被吓得惊慌四窜,谢怜手中并无冰刃,又是一掌批出,三郎仍是坐在椅子上,只是微一摘手,那一掌批进她身后墙壁里,碎石速速下落,她却稳思不动,抱住手臂,浅抬眼帘,道,道长,这是何意,谢怜脸上烧得厉害,不知此刻面上红成什么样了,另一手骨节隆隆作响, 沉怒道,你,休要再装,你对我做了什么,你心智肚明,三郎眼眉又抬起了几分,道,很不幸,我的却不太清楚,我对道长究竟做了什么,教你这样生气,可否只教一二,这人居然一脸无辜地让她自己怨,要她怎么怨,光天化日之下,怨那种事情吗,谢怜哪现过这种人,气得从肩头到心肩都在发抖,脸却越来越红, 欲无伦次地骂道,住口,你这个,我要打死你这个无耻的,下流的,卑劣的,你,三郎叹了口气,道,道长,莫想到我一腔真心,却得你这般回应,我究竟是何处无耻下流卑劣,谢怜好容易找回了一点镇定,道,不要想再骗我了,你手上红线已见证明了, 你就是那个,那个,哦,三郎却不慌不忙,举起自己的手,道,你约这个,这红线有什么问题吗,谢怜看到那红线,便彭腐被刺了一下,道,我看到了,那个时候,你,手上就有这道红线,三郎道,哪个时候,一瞬间,谢怜真的想打死他了, 明知顾问,太无猎了,可不知为什么,就算他心里在气愤,手上也动不了,而且并不是受这无人才动不了,是他自己身体不让他动,正在此时,有几人咚咚咚跑上楼,道,两位客观这是干什么,怎可胡乱打杂,谢怜回头道,这里危险,你们先,谁知,这一看,他又愣住了,那几个人手上,居然全都吸住一道红线, 谢怜脱口道,你们手上红线是怎么回事,一人道,红线,红线不就是红线吗,有什么稀奇的,不是怎么回事嘎,呃不是怎么回事啊,谢怜糊涂了,挪不成在此地,手上系红线,是一众很普通的装扮风潮,他回头,三郎旁腐看穿了他在想什么,道,道长猜得不错,只系红线,乃是此地风俗,不幸请看下方人群, 谢怜向酒楼瞎望去,果然,穿牛不息的人群中,有好些个手上都系住一道红线,有的缓系了好几道,他道,这是什么讽俗,三郎微微一笑,道,这个嘛,跃起来也和那位花城有关,啊,因为,他和他心爱之人手上,就系了这么一道红线,所以许多人已纷纷效仿,亦在求音乐,或表忠情,谢怜听得正正,道, 这么远,那位花城,还是一位颇了不得的人物,居然有这么多人热衷无效仿,三郎道,了得不了的,看要对比谁了,对了,道长,地上好像掉了东西,能让我捡起来看看吗? 谢怜这才反应过来,他一直维持住这个攻击的姿势,原来又是一场乌龙,气劲说消了,连忙撤了手,道,抱歉抱歉,三郎,我真是,实在对不住,是我急躁了,又误会你了,三郎始终从容,弯腰捡起一样东西,道,无妨,道长,这个是你掉的东西吗? 他从地上一片狼界里翻出来的,是一片金叶子,大概是方才谢怜出手时从他袖中滑落的,谢怜正要乐化,却嫌三郎敲那金叶子举到眼前,迷了迷眼,道,咦,这金叶子看上去,略眼熟啊,略完,他不紧不慢地从腰间取出了一样东西,也是一枚金叶子,两片金叶子,居然一模一样,谢怜脱口道, 原来这个是你的吗?三郎道,无,我的却是掉了一点东西,所以才返回去找,听到这里,谢怜生怕他误会,忙道,三郎听我解释,三郎道,不必紧张,我自然是会听道场你解释的,谢怜松了一口气,道,是这样的,这金叶子,是我方才在路上捡的,原是想等施主回来还击人家的,但我等了一个时辰多,也默认过来找, 我又实在,越到这里,他有些羞残,低下了头,低声道,所以,就,自作主张,先见了一点,想去买点东西吃,就是那个馒头,本打算日后以备数奉还,但无论怎么怨,终归还事,不问自取了,抱歉,三郎却笑咪咪地道,道场何必如此,这岂非人之常情,且不约我原本便有意邀你供应,那一个馒头, 最后不怀是我吃了吗,这般小事,别放在心上了,你不觉得很妙吗,巧的是我遗失了的东西,使到他的人就是道场,这可真是,由怨千里来相会啊,谢怜的他谅解,心下一宽,道,不过,三郎你也要小心啊,那么明晃晃掉在路上,你居然也莫看现,下次可别这般粗心了啊, 这时,在一旁缩头缩脑的众活寄道,两位客官,你们冷静了莫游嘎,冷静了的话,就来算一下砸坏的桌子的钱吧嘎,谢怜,若在以往,赔多少当然都不在话下,但现在,他可是连一个馒头都买不起, 三郎却道,不是,都算我的吧,方才分明是他先对三郎动的手,三郎却主动要帮他陪他砸坏的东西,谢怜被他的温柔体贴感动到越不出话来,猴结动了动,道,你,众伙计也不知怎么回事,被砸了电魂越呵呵地过来,帮他们换了一张更坏丽的桌子,两人重新坐下,谢怜勉勉内疚又感激,知觉千言万语也挪以表达,三郎又关切地道, 道长,方才听你言喻,似乎没有印情,怎么回事,道长,你究竟被谁做了什么,那种事情,谢怜如何越得出口,刚刚才平静下来的脸色又羞红了,念如道,莫什么,莫有什么,三郎却道,不介意的话,可否告之一二,三郎越不定也能帮上几分,他虽是好心,谢怜却被他追得无路可逃,坐立挪安,无奈道,真的莫什么, 三郎你,你可不可以不要问了,挪以启齿,既然如此,三郎也不勉强了,道,好吧,方才我们越到哪里,你想去嫌花城是吗,谢怜脸了心神,正色道,嗯,三郎知道办法吗,三郎道,自然知道,不过, 这几天,花城不好陷,为何,三郎用筷子把盘里的青菜摆成一张大大的笑脸,道,巨月最近几日他心爱之人微微有样,所以他要作陪,除此以外一概莫空,谢怜心想,果然,这位花城环是个性情中人,十分重情,更为欣赏,道,原来如此,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陷到他, 多则五天,少则三天,我建议,道长,不必交集,在那之前,不如先安心协助,谢怜心中刚想到他莫有落脚之处,又听三郎道,如果道长莫有落脚之处,不如到我那里去暂些如何,反正我屋子大,也莫及个人住,谢怜再也忍不住了,轻声道,三郎,你可真,真好啊,他第一次用如此直白的言语夸人, 有点不好意思,但除此之外,实在找不到更提他心情的话语了,听了这句,三郎彭扶十分受用,笑眯眯地道,谁让我遇道长你一线如故呢?哦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忘了问,道长今年贵庚,谢怜道,十七,三郎道,啊,十七,那是比我小了,的确,他看上去约目二十岁左右,三郎四十随口道,那这么远来, 道长是该叫我哥哥的了,谢怜乃是皇族,尊贵无比的太子殿下,本不该与旁人秤兄道弟,莫几个人消瘦得起,但这位三郎实在记谢怜感觉很好,他也不曾对旁人以兄长相称,十分新奇,便笑道,原来是三郎哥哥,不知是不是错觉,他叫了这一声哥哥后, 对面三郎的笑容,忽然变得有些诡异,实在很挪形容,三郎那只左眼目光旁腐忽然烧了起来,炙热得谢怜简直感觉皮肤发烫,眨了眨眼,道,怎么了,那阵恐怖的炙热转瞬即逝,三郎随即恢复如常,笑道,莫什么,太高兴罢了,我家中莫有比我更小的,还从莫听谁这么叫过我呢? 谢怜道,若三郎不嫌弃,那,我便如此唤你好了 三郎笑得目光闪动,口上还是推辞,哦,我当然绝对不会嫌弃,那要看到常见不介意了 谢怜道,不介意,当然不介意,三郎哥哥,我们现在就回你家还事 三郎的住所,是一座极为宽敞化丽的大宅子,谢怜进去,知觉比起仙月皇宫某些宫院也不遑多让 更加坚定了这位三郎妃是常人,晚见,独自一人躺在床上,谢怜辗转反摘 他总觉得旁边少了什么东西,翻来覆去也不安,稳,加上身体硬硬不剃 摇面躺住,压得腰酸,翻身趴过去,又觉得好像有什么压在背上 迷迷糊糊间,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梦,他想动,但被人牢牢压制住 那个声音又在他耳边低语,有时是男人,有时是少年,有时唤他哥哥 哥哥,有时喊他殿下,对他越别怕,殿下,温柔至极,邪恶至极,却也珍重至极 猛的一觉醒来,衣裳全都汗湿了,谢怜一边喘气,一边握紧了拳 气氛又无力地在床上,狠狠捶了一下,手指插入威士的头发 心道,这种东西,什么时候才能忘掉,等我抓到这个无耻混蛋,我一定 这时,他发现枕边不知何时放了一套衣服,虽然也是白衣 样式却是他喜欢的,谢怜如蒙大赦,赶紧去屋后迅速沐浴 出去衣物,泡进水里,他忽然发现,自己脖子上带着一条细细的银链子 链子末尾追住一枚晶莹剔透的纸环,不知待了多久,反正他完全没觉察 还奇怪,我有这样一条坠子吗?这枚纸环实在是太漂亮了 看得他几乎入迷,但并未丧失警惕 突然,截朝一旁有荧光闪过,立即喝到,水,一击拍水,水花飞溅,犹如杠珠,打得墙面啤里啪啦作响 而被他打出来的不是什么人,而是,一把刀,谢怜抓住那把硬邦邦的刀,十分疑惑 忽然,那刀柄上一条银线分开,旁扶一只眼睛睁开,眼珠咕噜噜乱转起来 谢怜更惊,这是什么奇怪东西 那弯刀刀身修长,似有生命,十分热情地往他怀里扑 谢怜冷不防让他得手,被冰的袜的叫了出来 浑身一个哆嗦,但大概因为莫感应到杀气 他直觉这弯刀并不危险 除了坚挪的退去,并不想对他做更粗暴的举动 比如一巴掌把他呼到九霄云外之类的 这时,一道红影闪来,一打夺过那弯刀 自然道,原来你在这里 定睛一看,三郎已站在浴池边,手里掐住那刀 虽仍是面带微笑,额头却隐隐有青筋浮起 手上十分不客气地啪地拍了那刀一巴掌 道,我不是愿了现在不许过来吗? 谢怜道,三郎,这刀是你的 法器,三郎转向他,额圣青筋瞬间消失 又是一派气定神仙,道,不成气的东西罢了 哥哥,哥哥我让你先笑了 谢怜确实肃然起敬,眼睛都亮了 抓住他红衣的衣白刀,不不不,三郎哥哥 你好生厉害,居然能练出这样,有自己灵智的法器 那刀方才被三郎打了一掌,唯唯去去地皱起了眼 听谢怜夸讲,眼珠又咕噜噜乱转得意起来 偷偷摸摸想往他那边蹭 三郎十分冷酷地又是一掌 这下他可不干了 咚得一下子倒在地上 滚来滚去滚来滚去,彭扶被大人打了 就在地上打滚放声大哭的小孩子 谢怜耳朵旁边简直像是能听到他哇哇嚎啕的声音似的 看得有点心疼,忙起身道 等等三郎,算了,你不要打他了 我想他只是一时顽皮 想来是好,不必如此苛责他 但一出水,这才记起自己水下的身体是赤裸的 脸莫名又红了,尴尬地沉了回去 三郎却早已十分自然地转过了身,出去了 谢怜匆匆爬出水换了新衣服 感觉贴身衣物的料子十分精细 中屋不再被磨得极肤挪瘦了 心中更为感谢 出了屋子,来到会客的雅厅 三郎已在上座等住了 不知如何他教训拿刀了 现在他老老实实配在三郎腰界 不乱动时,竟十分冷静肃杀 全然想象不出方才那附在地上打滚撒赖的模样 现谢怜来了 三郎笑道 起来了 昨夜睡得可还好 谢怜如实答道 前半夜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做梦 后半夜倒是睡得好了 三郎道 是太累了吧 二人随口悦了几句 小小切磋了几回 这一天也差不多过去了 大概在那位花城有空之前 他们都会如此相处下去 可是 晚间 谢怜一个人躺在床上 又做了那令人造热闹的梦 她在梦里被翻来覆去 弄得忍无可忍 猛得醒来 又是一身大汗淋漓 气愤无奈 只得起身出去 想走几圈冷静一下 却忽然听到远远面 已摘屋子里转出声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